守护家暴目睹额 大店正回来 立新基金会皮农分事务所 邀请爱新店家共同喊口号 宣布今年爱新公益季活动 将于9月至10月底登场 共有29间爱新店家 将捐出活动期间10%营收 来帮助家暴目睹额少 我们这样子的爱新公益季 公益季是第六年的 那其实我们是以家暴目睹额头 为我们主要的募款的对象 那主要其实是因为 在我们的这个屏宫的服务里面 其实我们看见目睹的孩子 其实在受到创伤之后 看到暴力的状态之后 其实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行驻 所以我们就发起了这样子的活动 爱新公益季已连续举办六年 累计参与张家达129家 捐款超过70亿万元 虽然多数店家今年上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业绩 仍持续以实际行动品弱势 他们的理念我很接受 然后所以说 我连续第二年支持他们 也从不管不知或是实际上的金钱 例如今年的三倍券 也是那个 一领到马上就捐给他们 我也是当亲的小孩 然后从小也是受一些机构的帮助 所以说创业之后就知道这个活动 就足够来把我们参加这样子 对那这个都是第四层参加的 记者会中爱新业者在手掌造型的纸板上写下祝福话语 象征守护住室儿哨 盼能抛砖引玉 让家暴目睹儿哨的议题受到更多人重视 立新在爱新公益季期间 另推出存满爱 任养小猪铺满行动 呼吁社会大众踊跃响应公益 并于12月30日前将小猪送为立新 将可获得精美赠品 评论新闻张如意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